碼頭兵空地有大批騎士聚集 看起來聲勢浩大 而另外一頭警車也及時出現 雙方開始追逐 不過他們並不是飆車族 而是一群吊客 只是觸摸地方 卻是不得進入的管制區 這個情況最近常出現在 高雄南興計畫區的管制碼頭 原來目前進入 優待宇的盛產季節 有不少人下班後 利用晚間硬撞偷吊 尤其到了週末 人潮更是誇張 時機到場一看 週日白天 仍有吊客三五成群相約垂吊 但明明一旁 就樹立著大大的禁止告示 但還是有人 從圍離帳的小洞進出 甚至仰起漫天灰塵也不在乎 也讓警方最近把這裡 列為重點巡邏 不管白天晚上 不定時到場驅趕 帽子被罰風險也要釣的 尤待宇 外表跟白帶宇很像 但其實完全不同 除了體型大小有差 尤待宇的眼睛跟背棋 也都明顯偏黃 雖然白帶宇全年都有 但二到八月較肥 而尤待宇則是秋冬的 九到十一月盛產 除了口感好 價格也相對較高 不過硬床管制區釣魚 除了容易發生危險 要是遭到開罰 恐怕肥美的海鮮還沒吃到 就得先收了荷包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